陳美娟議員 又要聽喔 阿 有阿陳美娟議員不是來了嗎 陳美娟議員阿 無啦齁 好 開會 接下來請陳美娟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好 谢谢主席 隆岭部门的各位局所长 还有我们各位 关心刚好事的各位乡亲 各位议会同仁 媒体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我想首先我先就刚刚 我们有一眼提到 物场馆宝可梦的事 事实上我也有趣 我也想要体验一下 这样的一个认潮 到底是有什么感受 事实上物场馆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希望能够活化 然后把它带动商机跟人潮 我想有人就有钱潮 事实上物场馆一直都以来 好像也一直都不是 这么样的起色 好像都平平的 这次拜宝可梦之府 突然暴增了人量 包括我弟弟他一个朋友 从台北还专程下来 叫我帮他订连堂会馆 就是为了要抓宝可梦 我也很惊讶 所以后来我也去体验了 确实没有体验你不能去感受那种心情 跟那种快乐 不过现在宝可梦的热潮 现在好像已经慢慢在消退了 所以我也在那边提醒我们农业局 也不要因为宝可梦而认为说物场馆就OK了 事实上有待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那我们也希望说万一因应宝可梦退潮之后 未来物场馆要怎么样再继续持续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商机 更活络 注入更多的元素 我想这是我们农业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在这边特别提醒 那再过来我要提的是水利局 我们之前一直有在探讨军校路 每下雨必烟 我想这个我们科长也应该都很清楚了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在那边已经会看了恩赐 那跟黄肇书立委跟里长 我们跟大楼也都一起去会看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 我其实局长 我也知道你跟大科长也很用心 也亲自去了 那我在那边也遇到过你们 那也有检讨过一些方案 后来也开了说明会 那我现在想要问局长 你也简单跟我答 我虽然你也跟我很明白地表达过 但是我希望也让我们高党市民听到 其实上军校路的一个眼水噩梦 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是每次下大雨我们就害怕 每次下大雨我就想到那边是不是又在淹了 那那份大楼是苦不开眼 所以局长你可不可以简单地跟我们说明一下 那个地方你们现在目前的计划 其未来要怎么样做 简单地跟我答分一下 谢谢局长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陈远 那大概跟议员分三阶段来报告 那第一阶段就是短期 我们现在在那个河光街这个地方下去到军校路这个位置 我们确实在几次的检查发现 整个连通管部分确实阻塞 所以整个在军校路的侧沟 还有河光街下去的整个排水 到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平景点 它就会从人孔这边冒出来 那冒出来也会循着这个地势 它就从路面就流到这一个蔚南海岸这个大楼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阶段要先做的 就是做这个连通管要把它修复然后加大 那目前这个案子我们发包流标两次 那目前在上网招标 我们也有邀请比较好的厂商这边来投标 而且我们增加了这个工程的预算 那目前工程预算我们把它调高到将近200万左右 因为这个案子重点是在那个地方的管线非常多 所以厂商投标的意愿没有很高 那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有把军校路 就是议员提到的这个军校路的这个航管 它过去它的集水区的规划就是这个航管 但是随着都市发展 在现况来讲周遭都是大楼林立 那80公分直径的这个航管可能不复所需 所以我们现在检讨就是在请水利技师检讨以后 可能在这个靠近军校路上游这个端可能200公尺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加大成1.2x1.2的这个相函 那我们总经费是大概1000万左右 我们提报去营建署 那争取明年度营建署的留意中和自己计划的补助 所以已经这个计划也提了吗 我们提了 那营建署也开过初步有评估过 这个部分应该是可行的 那第三阶段就是在整个更上游的这个区域 像市运主藏馆这个区域它的集水区 它会不会造成一些那个集水区的水也流到这个区域 那这涉及到过去20年前整个规划系统 那如果说我们越区去排放一些系统的排水的话 必须要去检讨那个区域的负荷到底够不够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也是争取营建署明年度补助 在那个区域的排水系统规划重新再检讨 那这个部分要检讨也包含说 如果说那个市运主藏馆旁边的排水区要分红 我们必须要帮它找出另外一个空间 让它把这个集水区的水赶快排到类似像军区 等等这些区域区 但是要先跟军方去讨论这个用地 所以大概分三个阶段我们会去进行 那这三个阶段目前都应该除了经费以外 其他应该还好吧 没有什么碰到问题 第一个阶段现在经费还已经没有问题 就是花包还没有成 对那第二个阶段应该也没有问题 但第三个阶段的规划费目前还没有核定 预计什么时候要核 我们其实有沟通 那预计什么时候要递 你们递了吗 计划接了吗 计划送了已经送了 只是那个案子是最近送的还没有核定 那刚刚讲第二阶段 这个乡韩加大这个部分 一千万 对一千万这个部分初步已经沟通过 而且现看过 所以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核算之后 那个核定之后什么时候可以续工 预计如果顺利的话 谈设计完以后要去做管签 那可能是明年的下半年 明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再忍受明年的排庫剂吗 不用 因为我们这一个第一阶段做完以后 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改善 那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这两个工程的瓶颈 都是在路面的这些管线 因为军销路的管线非常多 那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先跟管线单位线刊 请他们做迁移的动作 OK 好 反正你们要努力了 我们实在是烟炮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再过来 我请局长看一下 我们果峰街就是我服务处的旁边 以下出口 这边是一个果冒市场的进出口 这个就是一个进出口的地方 刚好这个洞 这个洞破成这样子 这是我昨天去拍的 昨天 我昨天也有LINE给你们的联络员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刚刚里长还跟我通电话说 没有人来关心 那这个缺口已经坏了第三次了 两个月来 已经跟你们讲了 但是我知道之前跟你们反应里面都有去补修 可是我发现好像你们只是表面补一补 看起来没空就好了 又压没多久 因为这边是刚好一个市场的出入口 车辆什么都很多 所以马上又坏了 然后连续又坏了 到现在已经第三次了 到今天为止 到刚刚还是这个状态 我已经有LINE给你们 好像你们也都没有马上有动作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局长 是不是应该赶快要 这安全问题的 这个部分是 你们已经补三变了 比如说你们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嘛 你们不要敷衍了事 就是我们一讲 你们就清带这边表面 把它破破就真好 结果你看又不开压 又变成这样 跟委员报告这个依照现况 应该是要把整个上半部的这个孔盖打出 对啊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哦 理长跟我说从这边一整排都是哦 已经破了好几个了 所以我想等一会后 我希望你们尽快用最快的速度 因为这是安全问题哦 你们赶快去看一下 巡视一下要怎么做 做一个真正的全面的改善 不过没有开 价钱越高又越更难开了 所以我想可能遥遥无奇了 那不过我们那天要检讨 就是说 它这一个水楼头 这是刚刚115箱子后边这条 那它的一个水路 就是水利汇的水利沟 它这个是前段上游的部分 这条也是沟啦 请水利支支站你看一下 这边我不晓得为什么 很早以前这一个沟已经铺 表面已经铺好了 但是这一面没有铺 它还是一个水沟 那这个都要是一个人的手机口 所以每一次进出来 刚刚这边有铺的 这边没有铺 那里长一直在反应说 因为它这里没有铺 这里有铺 所以常常因为这边杂草重生 所以有时候路线走路 有时候有人会帮我这个地区 这是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个地方是它的尾巴 就是我刚刚讲的 115箱子的入口的地方 它还比平坦有一个距离高 它这个距离高 你看也是这样 这台风 它不是很严重 你看这个漂流的雾 还有那个球 有整个 然后槽子生到整个 我记得那次 我有遇到 那边局长我跟你谈过 就是在讲这条沟 后来那天我们有去会看 看起来 这条沟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善 那当然是水利会一直认为说 因为不可能会 就是废纸 那他们也不会加盖 所以就一直帮我这样 泰哥 你看这居高 这样就泰哥 你如果到西港看就知道了 那我们一直期待是说 是不是水利局这边 有没有办法 沿以比照过去 因为我刚好我的电脑坏掉 我找不到那个资料 就是蔡左营蔡公 民主一路960项 我想你们查一下资料 民主一路960项 那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建议 它旁边也是一个道路 就是我们的信武小镇的出口 那边正好都是工厂地 然后那条路也是人行 人行 机车 脚踏车 跟大卡车 汽车 都砸成在那条路 旁边就是一个水利沟 那后来我们也是经过 两三次的会看之后 后来水利会同意 让你们水利局 把那条沟加盖 扩宽 就像现在 甲树路 桃头的甲树路 现在是不是也在扩宽 他也是扩拐 扩这个要扩宽嘛 对不对 那局长你也没 我记得以前你一直告诉我 我还记得副局长那时候 到我服务处来跟我说 我们希望那个后面这里 就是 天后宫南子路 那条路这边要加盖 你们当时一直跟我说 不可以加盖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还是有啊 不是没有啊 道路扩宽你们就加盖了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一起来探讨 就是我希望这一条 那个蔡公路115项 这条高 是不是 可以跟水利会那边来研议 那天我跟水利会有去看 水利会跟我讲说 原始上 他们没有办法加盖 因为他没办法废剧 所以他们还是要保持 那个开放式的难够 利于他们的输菌 可是问题是看起来 他们也没在整理啊 那天我们 会开完之后 他们有去稍微做整理 但是未来不能够一直指望说 我们補一边 能穿一边 我们跟你说一边 你们来看一边 不能这样啊 我觉得是长久之际 还是要让整个环境更干净 尤其是现在登革了那么严重 所以我是希望水利局这边能不能研议 这条高是不是有那么多 就像比较他刚刚路面这边 因为这也是高啊 可是为什么这里可以盖起来 但是旁边这里就不行 我也想不过 有什么呢 你看这是一个继承的路面啊 那边就没法到啊 这边就没法到啊 这过七台桌 我用过就是过来 这边这条啊 所以这个议题我想 我给局长你们 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约水利会到现场 再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 有没有办法朝向 把它加盖的方式来做啊 不然你看 安全问题啊 你看他家庭没有安全问题 因为常常里长跟我说 有的人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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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下 也是很危险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比较干净啊 不然你现在开放室啊 有些人习惯不好的丢垃圾啊 宝特瓶啊 环境卫生很糟糕 然后环保局清洁队就说 那个不是我们的清洁的范围 说他们也不清 杨公主说那也不是他们的 那草仔 手啊 那也不是他们的 因为那是 那是涉及水稿底 所以要叫水稿水利局 或水利会来处理 所以就没有人要管他 所以这点我拜託教授 这个部分是不是讨论一下 要怎么来把这条膏 是不是把 把它盖起来 这条膏看不太大嘛 把它盖起来 让这个楼也变得更寒 好啊 我觉得这整个环境的维护问题 那再过来就是我刚刚提的 大牌加盖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想 这个是男子 这条路是 那个新南路 然后这条路就是 整条跪就是男子去工所 这个路整条都盖过 而且上面放了停车 这个位置干干净净 而且很整齐 但是另外这边 男子救救这条 男子救救三十一箱这边 另外对面就是这样 没法加盖 他们的居民一再地成省 有法都 就比照对面 就隔着一条西南路而已 是哪一条可以放这样 现在后边这边 我会记得 这个好像在前几个会期 我也提过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要整条沟加盖 就是这个范围就好了 这条就好了 因为这个后边又整百的嘛 那我不是要全部 我只是要这一个区块 就临西南路这条 就比照刚刚对面边 我把它加盖下来 轻疏上我相信 从下面从这个地方下去 还是一样可以轻疏 不是不行 所以是不是可以整个都放起来 规划一些汽车阁 这些居民 因为这些都是旧部落 今天都没有停车阁 也没有停车 是不是可以把这条 弄出来 好 请几个人答案 简单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那先跟议员报告 那个蔡公路这一段 那这个部分在市区里面的 这个水利沟 确实在目前高雄市区 里面还蛮多这种问题 那我们过去的一些处理方式 会协调这个农田水利会这边 这一个现有的 这一个土沟方式 或者是那个气势互泊 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去做处理 那如果它同意的话 我们会有计划性的 并到我们市区里面的 像测沟系统 或者是雨水下水道系统 然后我们会加盖 但是这个部分 要水利会同意 那如果说它的长度不是很长 我们确实可以 马上来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如果它很长 而且它有计划 因为它很多现有的这些水利沟 都在住宅用地等等 它想要废菌 以后它要卖土地 那它就不会同意 但是我们会朝议员刚刚提的这个方向 再跟这个水利会这边来沟通 那大牌这个加盖 这个因为上次也有提到 原则上我们现有的这个 高雄市排水管理的制度条例 是不加盖的 那这个是考虑到要亲疏维护 但是如果整个地方上面 有一些相关的需求 那木地事业主管机关如果说它要提出这个做一小部分的停车等等 那这个部分要木地事业主管机关来停出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去审议 那所以我现在以水利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们还是不同意加盖 原则上是这样 好 好 谢谢 主席 我想局长这样 这个部分之前副局长你也去看过 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是考量到亲疏问题 因为这条高是很短很短 我们没有要求你全部盖 你像对面边 你看这边 它是整个 外加新南路一直躺到南子新路这边 整个都加盖 然后就是规划两边停车场 所以这里规划的相当好 中间还有一小段是公园 中间是座公园 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我们边没谈心啊 我们南子旧街31巷 这一块只希望说 你的头上一块就好 靠近路这块就好 后面再一次等一等一等 以后你们亲疏其实从后面下来 一样可以进来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我希望就是这一个小区块而已 然后这些旧部落的人 不然你去那边看 户队你也去过嘛 这刚才要买的三车 从这要出来 这一台车可以走而已 差不多两米五个而已 一台车可以走而已 所以我很费骗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在安全考量也好 在未来居民他们的生活便利性也好 我觉得包括那个 你说环境亲疏没有影响之下 我觉得这一块是应该要去考量 朝向让我们来加盖做停车的空间 那你刚刚有讲说 如果有要像这个方向 就是交通局他们要提出计划来提出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部分这一种加盖的话 有它的地方上的需求 像考虑到交通的安全 或者是一些 整个周遭没有一些相关的停车空间等等 那这个部分要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提 好OK 那这样子我再来跟交通局研议啦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 因为之前我们会看的时候 附座我来找我公园 说我从以前还有一台 就是种树的地方 那边可以规划停车场 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太远了啦 离这些住宅区太阳了 所以我就在缓不济紧啦 所以这个部分我拜托局长 就朝这个方向 我会请交通局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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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陈美娅一言直选 时间15分钟 感谢主席 感谢主席 那本席这边呢 要针对于我们 有关于台风一来 或是一下大雨 高雄市为何灾情贫传 为何居民总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安居乐业 我们想要知道 到底各局出在这个当中 你们负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你们有没有解决掉百姓的问题 首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水利局长 请教你 高雄市9月份有几次大台风 好请记账答复 9月的话在9月2号有一个豪雨 然后又有墨兰地还有梅基 好请你再详细说一次 9月2号有强雨对不对 那个强降雨晚上晚上有强降雨 9月2号好 9月2号有强降雨 然后接下来9月几号有台风进来 9月15号有墨兰地 1415 好 9月水利局长说 9月1415有墨兰地台风进来 9月份几号有梅基台风进来 梅基是9月26 9月27 26 27 好 那么本席这边要请教你 光是9月份这三次的台风 9月2号不能算台风 只是说它突然下大雨对不对 那么请问你有没有造成高雄市的灾情 9月2号 我再细数一遍 各位高雄市民 刚刚我们局长告诉我们的数字是 9月2号已经下大雨 造成高雄市的灾情 9月 局长有讲16 17 又是我们的一个墨兰地台风 9月 9月13 14是不是 14 局长我让你 14 15 14 15这两天 好 那么在梅基台风呢 是9月27 27 那么局长 在9月2号台风来的时候 呃大雨来的时候 高雄市 在几点的时候 设立三级的灾害应变中心 9月2号那一天晚上大约是 六 应该是大概七点 七点左右 七点到八点左右 那你知道高雄市在9月2号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已经据报导 就已经开始下大雨了 在那之前 9月2号之前 高雄市到底知不知道 可能会下大雨 那一天是属于那种强降雨 突然之间的雷雨包 所以我们知道的讯息是大概5点多 有那个 那个超大雨的特报 那因为当天下午全部都是在下班时间 那我们接获讯息以后 在局里面也有通知想要马上成立这一个应变中心 水情中心成立三级开设 但是当天下午整个道路交通全部因为大雨 有一些阻塞 所以我们现在那一天的那个成立时间会比较晚 局长 我这边在帮你告诉高雄市民 如果你记不得我帮你告诉高雄市民 那天据你们发布新闻稿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新闻稿 你们是在8点的时候设立了 高雄市政府设立了所谓的三级应变 灾害应变中心 但是其实从下午就已经开始下雨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告诉我们 高雄市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像你讲 这个是突然来的大雨 为什么高雄市针对于突然来的大雨 它马会造成这么大的灾情 短短的时间当中 如果就像你讲 你说你们5点多就已经知道 就已经知道报导说可能会下墙大雨 但是在那之后你们到8点才成立应变中心 那个时候高雄市连我们古山三明区 延城区到处都已经淹水了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水利局你们针对于相关的讯息 你们掌握了什么 你们的应变会不会太慢 你们跟公务局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窗口 就算你说9月2号 你们在下午的时候开始下雨 到7点的时候强大雨 你们8点的时候设立了三级应变中心 好 那么9月2号你说因为是突然来的大雨 高雄市政府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9月2号之后 你已经看到高雄市有多少处据媒体报导 至少那一天就50处以上的淹水区域 中华地下道淹了半个轮胎高 我们沿城区到处淹水 那么你说议员报告高雄市民 高那个那一天是因为突然下大雨 那么我请教你 在那之后的9月14 在那之后的9月27 墨南地 梅基 台风 是在9月2号之后来的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结果高雄市的灾情有没有非常的严重 你们在今天 昨天跟今天你们的答复 局长永远只是针对于 其他的区议员 当然都是关心自己的区域 所以不同区的议员 高雄市 不是只有我们古山 沿城 齐津 还有别的区域 但每个议员都在谈 局长 淹水 台风来就淹水 你现在还要告诉我们说 你没有任何的责任吗 我们高雄市准备好了没有 你们设立 你们在9月2号都知道要去设立了 所谓的灾害应变中心了 之后台风要来 你们难道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出如何预防的措施吗 你们做了吗 跟议员报告 其实9月2号是好 那个 好大雨 我们成立的应变中心 因为现场的整个状况 我没办法跟所有的人说 包含其他机关 7点一定要到 因为大家都有反应路上就是塞车 我就算通知7点也没有用 局长 那另外就是台风的时候 我们市府都有应变中心 市府本来就有应变中心会成立 我想哦 局长 你还是没有搞清楚问题出在哪 高雄市民要的是 落后天 还是台风 风台来的时候 我们家可以不要淹水吗 不是 局长现在在变工 哎呀 这个突然下雨 我就算7点 我就算6点宣布 没有办法 高雄还是会淹水 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个啊 重点是在于说 高雄市民要问高雄市政府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 在你们每次都告诉我说 你们有在逐步的做这些 疏红 你们有在新建制红池 你们有在逐步的改善 所谓的这些排红的设施 但是每年还是淹水 我们要知道的是 什么时候可以不淹水 就像刚刚讲的 我现在如果说 好没有关系 就算你那天不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但是9月2号 你已经看到高雄市有产生这些灾情了 为什么之后的两个大台风 高雄市还是没有任何的应变能力 我之后也会就这些问题 再来跟市长探讨 高雄市民 高雄市民支持了民进党的 中央支持了你们 市政府也支持了你们 你们给高雄市民什么东西 连我的辖区 美术馆农十六 我在那天下雨的时候 我去现场看 因为有居民跟我说 梅亚一元 淹水 公园 边淹水 局长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我现在在问你另外一个数字 请问你 针对于古山区 你说我们的九如四路 我们的古山路 你说下雨会淹水 最主要是什么原因 来您简单讲一下 时间有限 主要原因讲一下 下雨的时候碰到我们目前的一个大潮 那再加上那个裁缝来的一个气象潮 就是爆炒 会让外水用高 所以市区里面的水就没有办法排泄 所以古山是跟 部分地区 跟它的地势没有关系就对了 跟古山的部分地区 不是全部地区 我说古山区 逢雨会淹 那些区域 我刚讲那些区域 它逢雨必淹 所以现在我们才会在台泥周边那里 我们新建制洪池 那你们现在要把古山桥 要把它架高 你说理由是因为什么 来你再告诉大家一下 古山桥架高 我们是要把古山运河上面的古山桥架高 那主要就是要让这一个 古山运河的这个通红断面增加 那让我们整个三边沟节流的这个水量 可以马上排泄到我们的整个古山运河 那局长我请问你 地势低洼会不会影响淹水的问题 会啊 也是会 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地势低洼会不会 会 会吧 我刚刚讲的就是 刚刚的一些部分地区的地势就是低洼 比外面我们下雨的时候的这一些潮位还要低啊 所以它一定会淹啊 那么我请教你 高雄市很多的区域 每次台风来就淹水 我们针对于全大高雄市各个区域它的地势是不是一淹水 它是不是属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地势 你们有没有去跟其他局处要求他们要做一下统计 有没有 高雄市政府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数据 这个我们自己水利局就有在统计了 你们有这样的数据 对 你们这个数据有没有给公务局 我们在水清中心或者是 有或是没有 公务局 有没有 没有 公务局你们没有给 我这边特别要提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参考日本的做法 他们对于一些地势比较低洼地区 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比较地势会拉高 那么就算就算真的有淹水了 他们可能就是淹到外面的停车场 但是他们家里面的一楼因为有架高了 所以是比较水不会淹入进来的 但是前提是政府 你的事前工作要做好 甚至你应该要把这些你们所做的这些数据 我要求你提供一份给本席 本席也会要求未来公务局 在要求这些建商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对于比较可能会有这些现象的透天的房子 他就应该要先把它架高起来 不要让我们的高雄市民 变成说下雨就淹水 政府没有责任吗 你们在河北让这些建商去盖房子的时候 没有要求他们吗 有没有要占我们高雄市民的人身安全啊 所以局长针对这些 本席刚刚提的这些问题 后续请你把高雄市目前都会淹水这些区域 到底他们的原因为何 并且为什么高雄市目前的这些排红系统 是没有办法去附和的 因为在未来的气势变迁 如果说我们未来都有可能 台湾也没有办法避免 可能会遇到这些台风 遇到这些强雨的时候 高雄市的市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做预防 我们目前的任何的工程 有没有任何的工法可以预防这些 让我们的百姓可以不要再受淹水之苦 请你把相关的详细数据 我们尊重你的专业 把详细的数据提供给本席 谢谢请做 最后本席今天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农业局长 局长请教你 我们的高丽菜平常一斤大概多少钱 来请答复一下 你认为多少钱是应该是正常的 差不多10到20块左右 一斤20块左右是不是 10到20 因为它品质不一样 高丽菜一斤大概10到20块钱 那本席想要请教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高雄市 我今天早上为了这一项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在座的这些局长 你们每天都是 家里有没有下厨 家里有在做菜的举手 我看一下 这么少啊 其他的局所所长 农业局长你家里也没在煮 我自己没煮 你自己没煮 你们家里也都没煮啊 有啊 我问你们家里有人有煮吗 我以为说自己 我以为是自己 其他的呢 有没有 有的话举手一下啊 都没有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人举手 家里有自己在煮菜的 举手一下 好 你们没有听到你们的太太 跟你们反应说 菜价太贵吗 你们都大家高雄市 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吃米 不知道米质 刚才农业局长 跟我们说 这高雷菜啊 一斤 他说就十块到二十块而已 好 举手 我再给你请教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 我们回去哦 我们还是要煮菜啦 但是我光是去市场买了高丽菜 买了三样菜而已啦 局长给你用这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那是多少钱啊 好 给你看一下哦 这样看有清楚哦 这个一小把啦 啊 啊高雷菜啦 一粒 那是国长 刚才跟我们说哦 我们其实去市场买的时候 是说不管去超商 你刚刚讲的 不管去任何地方买啦 平均大概是一斤 十块至二十块 请给我两分钟时间 主席 主席请给我两分钟 两分钟 好 结果啊 我们看 我去买菜 我想说哎呀 我记得哦 每天还是 这顺序我们农业局 都跟我说 他们我们都会稳定这个菜价 他也有 都跟我说 这菜价大概是多少 我就很有信心 结果呢 我一期买一粒高雷菜 竟然跟我说 这粒要 教长啊 一粒高雷菜多少 不知道 应该一百多以上 两百三十五 一粒 我就问他说 哎呦 怎么这么贵啊 他说没有啦 这算还好啦 最近现在有些东西 我说一斤是多少 他说 一斤八十块 高雷菜啦 我又买一个青江菜 他问他说多少 他跟我说一斤哦 教长再给你一遍 你一遍 你一遍差不多多少 青江菜 一斤多少 我听不到 一公斤 一公斤要一百多啦 一斤耶 一斤除了一点六 差不多一般的人不会去买到一公斤吧 对啦 我的一个差不多六七十块啦 一斤六七十块 好 一斤要八十块 好 其他的 没有 对 一斤八十块 然后呢 那个蜗具啊 一斤哦 要一百二十块钱 我只买三项菜而已 结果 要花到三百多块钱 三百三十五块 那我这边要请问一下 局长 如果这样的话 高雄市的家庭 他怎么买得起青菜啊 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 还有为什么 我们的农民 只要遇到台风 台湾的农民很可怜耶 到底事前的这些预防的措施 还有之后 导致我们高雄市民的痛苦啊 买菜的痛苦 局长 去了解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把资料 再提供 怎么作为 好不好 提供给议员 好 接着下去 请刘德林议员 直选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会议主席 首先我也请教农业局 局长 要到你就站起来 局长刚刚看到 我们议员提到 所谓菜价 一个高丽菜 一斤 现在四价 为了这个菜价 本夕今天 特别 到市场 去逛一圈 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现在那些市场 所有的菜价 还是一样 是贵三三 在这个状况之下 刚刚看到美亚议员 现在正是成为家庭的 一个祖父 他能够深深的体恤 也感受到 现在的整体的 我们的市民 尤其我们妇女市民 到市场去买菜 所面对的 这个菜价的飙涨 他们的来讲的话 真的市民叫古连天 刚刚问你一颗高丽菜 多少钱 你居然身为 农业局的局长 你居然答不出来 你真的是不了解 我再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所谓的 除了高丽菜以外 我们的这个葱 简单的讲葱 一斤多少钱 葱 那个是青葱 差不多一百四十几 苦瓜呢 苦瓜的时候 因为我这里是 那个 批发价 批发价 苦瓜的批发价 叫做八十几 那零售叫做一百二 局长啊 苦瓜一斤都要一百五十块 有些是一百二 因为我们是 那个高雄市的一些零售 所以说我今天来讲的话 问农业局局长 是以这个 你对于整个批发的价格 而不是因为 来零售价的价格 今天你身为一个 高雄市的农业局局长 你对于整个的 这个自从台风过后 已经到现在有多久了 我们农业局有没有去了解 到底在农业局的体系当中 对于整个的一个 我们体系里面的一个 对于人民的一个关心 对于菜价的一个膨胀 这个当下 局长你有没有 你们的机制又是什么 跟李源报告一下 那么最主要的是 我们配合我们农业农委会 那么做一个滚动仓子的机制 另外我们配合检调单位 做一个清查工作 但是有一点我跟李源报告 比如说我们高雄果菜市场 我一个人 他进货加多少 出货量多少 他都有一个明细表 都有一个明细表 所以说在最近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说实在的 这一次台风 不管是平地或者山上 它所有的损失 农损的损失 对于尤其是蔬菜外面 跟水果外面 损失相当严重 几乎前面都没有 几乎前面都没有 所以说把李源报告 你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不知道 你一直要问的是批发价格 我一直用零售市场的价格来说 局长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来讲的话 看到我们昨天 我们行政院长林全 我们这个院长 又在宣示 宣示什么 菜虫 难不成政府抓了 二三十年的菜虫 动用了多少的警调 跟我们农业局里面 当地的农业单位 来花费了这么大的人力 就是只要是菜价一上扬 就是菜虫作怪 那二三十年 到底抓了多少个菜虫之前 那未来在这一次 到底能够又抓到几个菜虫 局长 我想经过这一次的菜价的波动 因为配合公平会的 整个一个查询 还有检调单位的查询 那么农委会跟地方 包括我们农业局 进化局 还有我们的小保官 配合检调单位查询 我想在其中的脉络 我检调单位 他会做一个总整理 那么农委会跟我们的公平会 中央的公平会 他针对整个现在市场机制的问题 我想未来他们会做 离出一个头绪出来 未来他们 那我现在所要求我们农业局 你基本的是在我们农业大县里面的局长 那我们来讲 我们产销价是多少 我们批发价又是多少 我们现在在市场的小卖价 刚刚又看到一斤是多少 这个中间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落差程度是有多大 那当然在整个的经济市场里面 它有供需的问题 可是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第一个从我们农民 这个植种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蔬菜 当然一句话就带过了 在我们台风三台齐发 让我们这个整个的市场的 这个机制这个认定之下 内心就有想说 啊整个菜价又飙涨 这是错误的 我是感觉到这是错误的 错误在哪里 错误在你们没有长期的 对于整个的菜价的一个平衡式的 一个关注 平衡式的一个做一个市场的基调 你们的整个的一个 SOP的一个过程当中 刚刚包含我们美亚议员问到 你整个个高丽菜 你居然讲一斤十块到二十块 不是平常 平常 平常哦 那刚刚在问的时候 他买的 局长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三台过了现在将近一个月了 现在算平常 不是我刚刚讲 他没有一言他说问平常 平常 平常我说十块到二十块左右 那当然现在是不一样啊 那现在不一样 那你从批发价过来 你有没有到整个产地 我们农业局有没有去追踪做了些什么 那中间里面从这个产价到我们的运销 然后再到这个我们这个市场 这个当中中间的落差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 去查查 我跟留言报告 等于上面如果说在你跟我的对话当中 你并不了解 明知所欲啊 人民现在啊 在市场啊 购物的时候都是 都是叫苦连天啊 我跟留言报告一下 其实在高雄市来讲 所有的蔬菜批发量啊 几乎说从其他县市来 但是针对在我们的这个批发市场里面 所有的价格 我们这里都有做记录的 而且是公开的 都是公开的 那在零售市场的价格 那金花集那边也有一个目录 有一个电子目录 那从网路上我们都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那当然是说因为我们的整个高雄的 市场既然有一个目录 既然有我们的资料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面 怎么样去落实的处理 不是说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林权院长所宣誓的 我们要抓蔡虫 我现在来讲的话 本息据我了解 在基层的一些农业单位的 一些我们基层的人员 他吐露一个心声 每当台风来就是讲蔡虫 其实事实上我们再来思考 到底有没有蔡虫 而是因为我们来讲的话 市场的机制 在这种机制之下 供过于求 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是不是 是一个机场机制 在这边提升 那在这个提升 我们整个政府都把这个过错 全部都在蔡虫 可是在蔡虫上面 也没有关系 你把行为跟作为 拉出来 到底哪些是蔡虫 你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抓到了没有 还是不了了之 所以这一次的查访过程当中 检调单位列出八样 比较大中型的 然后再来做一个调查 另外 我跟留言报告 这一次的话 因为收到这些联系两次的台风 不管是高雄也 或全国也 台湾整个农产品的损耗 尤其在蔬菜跟水果方面 损耗相当严重 所以说农委会 就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 到底有没有蔡虫 我刚刚跟你在这边讲 我本席在讲 居城的农业人员 有提出来 根本没有蔡虫 而是一个供需的问题 在供需的问题的呈现之下 我们行政单位 我们政府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作为 而不是说今天拿几个蔡虫 就来 你动用了几千个人 去抓这个蔡虫 成绩呢 抓到了没有 这个部分来讲 回归了市场的机制 市场的机制里面 我们怎么样 来对于整个消费者的 一个物价的 一个平易的一个指标 来做一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来讲 预期我们要怎么样做 预期台风 我们行政单位怎么做 这个作为才是真正未来 不是说今天蔡虫照抓 太价照贵 人民照苦 刘委员 我跟刘委员报告一下 当然这整个结构新闻 也不只是只有说 所谓的蔡虫 这个我们不要讲这样子 那么我是觉得说 整个一个软实力的提升 这个是林权院长讲说蔡虫 你讲不要讲这个 是不是 政府无能不能说以蔡虫为基础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基础变得软实力去提升 包括我们结构性的加强设施型的钢骨型的结构去提升 包括说在预防台风来以前如何说用专案进口书来评计这个稳定价钱的提升 所以说整个面向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那农委员会他也提出几个方向来 我觉得某些方向执行起来的话的确是不错 包括结构型的一个温室的补助这一些 很好 那我再请教你 我刚刚所谓讲的是本土的 这个所谓来生产的一个 这样来讲如果说在预期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进口的一个动作 来真的预期的心理跟预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供需的问题 来做一下这个平衡 那我再请请教局长 你知不知道我们进口萝卜现在一斤要多少钱 我进口的 差不多进口萝卜你有一公斤吗 一斤啊 一讲一公斤没有关系 一斤一公斤差不多三十块左右 局长你真的不了解市价 连萝卜一斤都要在八十块以上 议员你是要叫我讲批话还是讲市价 我讲的是批话 我是叫问你市价 好 这个部分局长 本席今天把这个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标 第一个指标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政府的作为上面没有作为 害得百姓啊 叫苦连天 问题是这个存在 菜虫的存在 我刚刚凸显出来 抓了二三十年啊 一来就是菜虫 一来就是菜虫 菜虫到底在哪里 到底有没有菜虫 动用了这么多人 这个菜虫在哪里 这是我今天要指教你的重点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菜虫撇开来 是因为你政府的一个说辞 说菜虫 菜虫你要给市民看到菜虫在哪里 可是如果没有 我认为一个有为的政府 应该拿出你们的一个有为的方向跟目标 这个目标方向就是我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看我们市场经济里面 能够压抑住我们的一个物价的一个平衡 我们的菜价的一个平衡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要跟你检讨的 检讨我们就是要 要什么 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有效果的 有成效的一个改善 能够确确实实 在从今天来讲 我们落实检讨的精神 在下一次 但是如果说台风来 我们预期上面 我们要怎么做 整体的 我希望农业局给我一个完整的 一个答复跟说明 在未来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说未来 台风的预期心理之下 还是这个样子 局长 怎么样对我们市民交代 我想整个全国 我个人认为 不是在推卸责任 就是说因为整个高雄市 所种植的菜的面积相当小 而且是高雄的生产的菜 不足以应付高雄市的 所有市民朋友 那我必须要仰赖 其他县市的进口的同时 那我现在能够做的 我们有没有 局长我们有没有这个 未来的一个这种 我们高雄市本身 有没有这种机制 我觉得应该是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 一起来做 这样才能如果是高雄 不可能高雄的菜价说很低 台北的菜价高的时候 高雄菜价很低 可以差一些 不可能 这个全国性的平均 只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需求量 还有我们的种植量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希望留言提亮不够 对于刚刚我所提出来 留言所讲的说 未来如何去执行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愿意配合中央 真的甚至来建议中央 大家找出 就是说未来再如果再度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来把它做好 这样子 局长 这一次我希望 本席在这边所讲的 所表达的人民的市民的心声 除了表达市民心声 我希望在市民的心声的下一段 就是所有的菜价 能够在政府的带动之下 跟我们高中市农业局的 一分钟啊 他有讲吗 一分钟 这个部分不要说再重复重复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发生 我们想来讲的话 我们念之在之 局长 放在心上 苦民所苦 好不好 我们好的意见 我会跟中央积极来建议 除了中央你应该享有 你高雄市现有的是 这个局长的作为 你要把它这个 我们希望说在整个 比如说指官区 融卫的滚动舱子方面 抑制的一些价钱 他确实 我平良心讲 他确实有一些功能 但是因为他必须要配合中央 那么未来 我们也希望说建议中央 就是说在进口的那个同时 应该提早 没有关系 你现在有这个滚动式的 如何滚动的更大一点 让我们实际看到 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作为 我们现在看到政府的作为 好不好 以上 好 接着请苏妍呈议员直权 时间15分钟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王天理 就是说我们这个南科院的边 有这个 这浪泉嘛 浪泉对不对 你先走吧 我讲一下回答 你等一下我讲一下回答 这抽取那个 高平家的这个浮流水 这些水质是怎样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我们高平家的市民 对不对 用最单位 对不对 用最的市民 那么多 对不对 两百七十七万块的人口水 但是这个浮流水 到底品质怎么样 你等一下做个解释 还有浙事的那个风台 我们一连接体来 但是 我其实 为了高平家的市民 早前 买在 早前 包括早前 四点开 开让人去运动嘛 你后六点过 就是高平家的市民 向市民政务就不用你收拾嘛 当然 市政府这边 贏九千万嘛 总共贏三千万 至于两千万 都去做建设嘛 所以那个 当时五点点 目前点点 就是说 整个政策都完全改善 包括厕所 跟这一条锅 现在都变成 整个 观光路 比观光路 设得更好 所以 就是说 这边的风台的 槌子 我觉得槌子 我们大厘的槌子 最多 槌子 就是说 倒了也不少 都淘汰一些 败的 这也是一个 大事人的问题 这个 用原车的速度 有了很快 但是有部分 要处理的 他有多久处理的 好 对不对 当然水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等一下我会用水利局 对不对 来做 清高水利局 对不对 这个面对问题 当然 我们一家的 一家的 那些 经济部买的 好像经济部 对不对 水利局 买的 国贫汽水 它是 刚才年三日来的 到年輕禮拜當然年輕禮的堆積 當然我們都有在索磊溫出來 但是這個速度可適能夠加快一點 他們怎麼說 他們現在千超十萬元 當然你如果沒有投入去水面就沒有發燒 所以這種民意對不對 我現在有在做 再加強一下 等一下再一起回答 這個農業局 我要講蔡旅長 你們在拍攝 怎麼拍攝 因為呢 紅苔 載書在那裡擠 包括區域局後面 今天他們也不是人為 農業局也是一直在改良 一直在創作 怎麼來這個區域局的品質 品質跟程度來外銷 當然這個紅苔一年再三年以來 當然葉菜類的東西 它就沒辦法隨著時間 那麼快短時間就能夠生出來的東西 如果沒有紅苔來的時候 紅苔一斤一斤一斤兩斤 十斤就沒人要買了 蔡建商榮 你也想不想 是不是這樣 紅苔來現在的區域 對不對 剛才你說過 我們三年以來 提供我們這些葉菜類的東西 給我們的高雄市 滿足它需求 你百貨擠過來 對不對 當然 它的葉菜類專區過來的東西 這是控制百人手禮 涼泰棠是中用 你沒有多少錢 你是檢調高雄民的 可以做出力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整個狀況來講的正直 對不對 我感覺說 憑衷心 我們說實力 再怎麼做出 都是不對 還要認真說的 對不對 我們盡力 這樣我相信 必須給你興奮 當然 有些事情的參選類 不是人為 風太來 對不對 菜肥也沒有 菜肥也沒有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主要是我們自己高雄市 我們菜肥 如果菜肥不得了 怎麼拿出來 這我才能支持 對不對 我們經過中間 沒用北社的政治 對不對 我相信我看看 不然我看看的 我們高雄市 也是比別人稍微 是不是這樣 這是媒體所補出來 所以這件事 對不對 當然 新聞一個人的黨衛 接受批評 應該是先接受 這我也認同 但是呢 我剛才說的 這個東西 就不是說 掌握在我們認為 是天災地變的 風修也沒有 我知道 風修也沒有 對不對 笑也沒有 跪也沒有 但是呢 我說平衡心 但是呢 還希望呢 你把這個菜肥的 復健的工作 列入最大的重點 這本色的 會讓你興奮 我也覺得 很快念 你在高雄關的時代 你這樣 把那個水果 各國去推銷 對不對 那些第二性流 我們的這個 農什麼的出爐 我也覺得 真的 很好的事情 也是 希望呢 學院後呢 你用了高雄關的精神 對不對 跟風修 對不對 尽容替這些農民來 情出最大的好人 我 溫室會給你做個慶領 等一下一起回答 我們現在 水利水對不對 我們在講的 我現在講的 我們蔡局長 對不對 我先來 我們澎山旗 早期的時候 旁邊山旗 交情的 台東樓 人米呢 就是 那個 各級的那條 對不對 那條 整各級那條樓 對不對 都各的營水嘛 你任務呢 米山樓 任務呢 鳳雄樓 我也差一點 塞到自由營入 對不對 停在那裡 對不對 那 在高雄縣的時候呢 營水 很厲害 但是呢 我今天說 最近 鳳台各方面 對不對 當然 是水部分的阻塞 對不對 瞬間大雨 對不對 稍苦 那就是阻塞而已 那就是營水而已 其實呢 我們平常的一個指標 為什麼是指標 因為平常的 以前的 面風 大雨 對不對 在以前的時代 對不對 看美國八十幾年 的時代 對不對 就是經常在營水 做營水呢 就是 車上車要抽水 抽兩三天 每天抽抽兩三天 抽不完 但是車子都不消費 高級處理就是這樣子 當然 這最初以前的 就是大廟通過來了 做出力的 當然 但是這個沒有薪水 沒有調節水的功能嘛 大廟有的小廟有的 成功 那這 TYina 公司到那個 這第二天之下 對不對 水來 在上面 水下來 那邊 便宜的話 整個水 要有的 都放水了 但是 我覺得 你們開發的 這麼多風雉 對不對 真正有這個功能 我也聽說水準跟韓總對這方面的 如果把我經費的情緒更方便把我時間速度都看得很近 所以西洋的水風池用來 對政府做一早 之後呢 現在是南部大伯的到底經費 情緒要等一年就有回吧 南部大伯的經費 再來就是保養你自風池 現在在市港中我看你們報告市港中對不對 每年完成的就是洪水準 三天高 自風池 所以 這邊的大水來對不對 風台湖來對不對 我們公司的民生叫做不含水了 保養在那裡不含水了 因為這個自風池產生它的功能 當然我今天看你們的主要 自風池不只作風池 就是這上面 這邊含水的問題 我有一個主要 但是我看你們港中報告 自風池對不對 開票的不少 對不對 等下都幾個 高峰期開票自風池 開票幾個自風池 等一下一起做一個報告 對不對 對嗎 剛才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做工順的 這個開發 我們第五期的對不對 我們的速度非常快 第一期那第四期的 當然 之前 就早期就完成了 但是第五期 第六期的 都是向第幾期的包括徵修 包括開發 我記得第五期的開發的時候對不對 永樂的時候 我們在當局市場 有一個 我們說一個 典禮對不對 他有說一句話 他說第六期的對不對 第六期的對不對 第一期的一年來要完成 所以呢 我們第二期的對不對 都完成了 整個的 包括以前的 高峰的 包括整個 整個都連結起來了 這方面的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除了 區排水對不對 就是說 這方面的 我們的量科對不對 用料 真的 速度各方面的 都達到 我們這個 基準的 都達到 市民的要求 達到市場 首交辦的任務 這難道可貴 當然 你如果看現在一個 清閣的 做工程對不對 整個 社會了對不對 在這邊 把污水打去 大東公園 對不對 你的 做工程 學生出來 又對那個 農產區 出口 處理 整個 美觀 整個的環境 真的體型很多 生活品 體型很多 現在 晚上 很多人在 在這樣 休閒 實在是 真的啦 你們 在這個 工程的方面對不對 真的不是 以為肯定 那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 建國路三段 在 一起十年前 高雄關的時代 當然 就是 有那個 做白酒的時候 他中央的經費 因為那個 那時候的 那個 財財団 是說的 所以就叫 白酒 做的 但是 美娃的 水狗 那裡的機嫌 有那個 台電 台電的 港 電港 沒有那麼遷移 自我們水狗 差一半 但是 我們的 這個 軍理教育的 我們的林科長 等等 和那個 那個 那個 王建勝 他們 他們 軟下去看 實在不簡單的 科長 跟那個 承辦人員 他就要找出這個 營水管 他等一下我幫朋友給你們看 真的恐怖 他軟下去看 和法人 整個水狗 我拆一半 一半 所以 我今天 如果他回看 對不對 他們都有做機構 做機構 現在他要求 台電的 大家的 刷照 當然 我們這個 科長 跟一個 四百 四百一科到四百二科 對不對 包括 那個 許醫科長 真的 有這個 我們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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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軟下去看 柯長 要軟下去看 和承辦人員 看 改冠的水販 對不對 實在是我們樂可貴 當然我也希望 鹽水是很頭痛的問題 所以 待會兒我會放一個影子 大家看鹽水的情形是怎樣 我們的污水 污水一顆 污水二顆 對不對 就在柯長 包括 那些市民 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對不對 那個改水流 這個八十公分的問題 當然 柯長的市民 是不要聽 他不要做不要配合 但是不要聽 不要做不要配合的情資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 就是他改水 八十公分的 甚至呢 你如果自己要來做的 會情形 就是要 你就是要生心肚 然後 對不對 當然後來 心肚生了 你們自己做 但是為何是自己 他要為何 待會你們自己去清 對不對 如果政府來做 你如果自己非常聽聽的 政府來做 後來就是為何政府來做 因為宣導這個問題 我 比較小 一邊都沒有到 十點五十一點 我還聽到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污水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問題 過最新的 我們高雄市民 高雄市民 還是非常 有一個人認知啊 所以現在 很主動 宣導有夠 他們很主動 對不對 來做 所以我覺得 是經濟的 跟山區 我們的水素保持 黃國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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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老爸是在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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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很清楚 他也本身都是科長 自己出門的 提出收入 所以我覺得 包括 普遍 包括 我們白水的問題 包括 我們 副白的問題 對不對 水利水的真的 可以說 可以說 大家可以動員起來 對不對 讓我們這個 大高雄市 會跟 這個 追蹤我們 平常提升 還是我們都可貴 當然 在這個政策 也是有期望的 就是說 我們的建國樓 這個 他現在用這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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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這些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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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水泛的問題 針對鳳山區在建國路日圓的美鳳交代的雨室去淹水 事後有檢討出淹水主要的原因 但是今天已經在發言中 郭露協會來做水稿圈 已經是在水稿共謀的前夷 已經水死了 到那些水孔 用水孔給它空起來 今天會被打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所有水泛的水 它的水都放在這面 是不是這個問題分流 我相信這個事後 希望你注意一下 當然你自己談 兩分鐘等一下簡單打呼就好 不要沾用人家太多的時間 廉坦還有 再兩分鐘 廉坦還有 有 所以我跟你說的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原因 你拿出來用分流的方式 對不對做處理 我們真的減過路對不對 文營裡的利民 真的水煩真的感受到 所以 我也本色列 和你匯同的選 對不對 我看你兩人對不對 說到這個 你這樣 成本的跟科長兩人 包括那個 昨晚了對不對 他也是用這個 做的對不對 真的是我們都可貴 所以我建議局長對不對 當然你們都有動玩 但是對表演好的 對不對 你要試給他獎勵 沒有人要做工作 我再說你拿下來 跟韓總 對不對 大家真的拿下來 真的不錯 來 那個 我們這個 不然 我們這個 自來自公司的對不對 我們簡單 答覆一下 包括你的項羽 對不對 到底是項羽 比較 項羽 我們項羽 到底是外來種的 對不對 還是說 分地種的 他就是 對整個大米油的 這個 分地的這個 飼養 對不對 分地種的 魚 這些東西 以前大米油的 殼舌很多 我們當小孩 那裡的殼舌 一隻長長 一隻長長 一隻長 一隻長 但是現在分別吃了 南米吉利 絕對是南米吉利 對不對 那個魚 我們三個 對不對 後面再有飼養 頭前還在收 剛才飼養 那飼養的時候 但是魚後 我在那裡觀察 對不對 魚後有一個特性 什麼特性 你知道嗎 牠如果生出來的魚子 牠的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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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旁邊保護 這我來做什麼 所以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也是要研究 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跟我們這個區域 對不對 做處理 讓魚後 可以檢查 讓我們本地的魚子 好 請經理簡單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 我想感謝蘇議員 對大高雄用水的一個關心 那首先四個問題 來做一個答覆 首先第一個 就是 我們的水質問題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水都是從高瓶溪 大概一天 大概一百萬左右 那湖流水呢 事實上它佔的部分 不會超過二十萬 那整體來講水質 都是因為我們南部的水質 我們的硬度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來講水質 事實上我們的 包括濁度 包括我們的PH值 包括事實上 它都符合營用水標準 都大概兩百至三百 這由那個 枯水池跟風水池還是有關 但是經過我們的處理之後 完全都符合營用水的水質標準 但是滴度的關的時候 就是你如果說譬如說 最近濁度很高 這就很高 這很高 那當然沒有錯 它的濁度都幾千 甚至有時候還會上萬 而且水質當然就比較壞 好 請水利局長答覆 簡單 謝謝主席 謝謝蘇議員 針對剛剛那個 建國路二端這個問題 我們那個同仁跟議員 先看過 那我們回來有檢討 那兩個方向 一個是現況很多的這種斜坡道 那屋主都有把 目前的這些側溝孔蓋 都有一些阻塞 這個部分水利局 已經做了 十處的這一個 側溝孔蓋的改良 那改善以後 這一個地方的排水會比較快 那第二個就是內部的問題 那內部的部分可能在 因為這個是屬於那個區域的上游棟 我們會加整個側溝 跟向南之間的連通管 加速排水 那另外就是說 在上面的側溝上面的 泄水孔 泄水孔我們會再增加 大概做以上的改善 好 請農業主席 請農業主席 簡單答案 請請農業主席 請政立院議員 只選時間15分鐘 謝謝 謝謝 請農業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 還有我們榮林部門的三位局長 以及各位幹部 各位同仁 各位電視機前的鄉親大家 下午好 首先先感謝一下水利局 在武德街巷有一些污水處理 因為有一些部分的住戶 他不願意做污水處理 經過我們的蔡科長帶著兩位同仁 跟著我們同仁一起去跟他們解說 那後來到現在都已經同意了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好的幫忙 那先感謝局長 那局長我們中林路 中林路從去年九月份 就因為台電的一個潛頓工程 造成一個大塌陷 那一年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 在這一條中林路做好 讓大家都可以很安全的在這裡通過 那在今年的九月初 在中林路跟沿海路的地方 又塌陷了 那現在工程也都在恢復當中 那在九月二十九號 我們又來一次中林路的一個塌陷 那這一次是跟水利局有關係 那個塌陷的地方 我們就很明顯的看到是 我們的污水的工作站的水井在那裡 那我們也看到當下 我們也看到水利局跟台電這邊在那邊附槓 然後造成那邊的一些住戶要開車過去 都有一點困難 那是不是歡迎一下我們的新聞報導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第三次很可憐 一條中林路 高雄中林路路面坍塌出現大坑洞 緊急拉上封鎖線 工人繃緊神經不停來回走動 打電話聯絡 坑洞長遠五公尺 寬三公尺 升一公尺 這次中林路一個月來第二次坍塌 我們這些人做朋友嘛 應該要死就對了 整個字不夠要兩三條 里長指著水利局官員大聲質疑 坑洞旁污水下水道工作井就是 不是兇手 但等到台電前頓工程人員到場 擦槍走火 水利局台電護槓 沒有這樣做的 這樣就看他看 沒有沒有 我們有時間沒有時間 你最明顯 工程也復原 沒有沒有 復原 對 你為什麼要送給我 水利局之一 是台電前頓工程 產生連鎖效應 造成坍塌 台電解釋 要他會整條路 不會只有一個點 炒得不可開交 但中林路坍塌意外 早就不是新聞 104年9月18號 中林路台電前頓工程坍塌 出現長50公尺寬5公尺 半個人高超大坑洞 甚至發生漏油事件 至今還沒完全恢復通車 最近短短一個月內 卻又彈兩次 都危險嗎 我們認識的 或是開車都死的 你這裡是我們回家的路 我們回家的路 我們不知道怎麼走 居民痛批騎車開車回家 還要擔心可能路他跌落送命 目前水利局跟台電打算開挖 了解事故原因 也要一併檢查路下沙時 是否流失 進行補強作業 記者王家慶王書宏 高雄島 我們看到的 這一次的坍塌是在路旁 那路旁 也許你們會認為說不重要 那我告訴你 原來的中林路兩邊的機車道 因為颱風的關係 樹枝的關係 因為第一次坍塌的關係 現在有一條左邊的機車道 已經不能走 所以現在機車 有很多都是走這一條旁邊的大馬路旁邊的一個 雖然不是機車道 那沒辦法 現在就是走這一條 那大林埔的地區 就讓民旁邊的大陸 和大陸這邊 這條是他們為他們出入的一條路 所以如果派去之後 他們根本就沒有路通行走 要隔一大林就對了 所以這條路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那那邊 這樣一個大坑洞 我想你們在那邊附槓 到底是誰的責任 我覺得百姓他不去管你們 到底是誰的原因造成這個坑洞 他們想要就是快點把這個坑洞能夠補起來 能夠找出原因 然後快點把這一條路 補的 能夠讓他們在這條路 能夠很安全的 能夠回家 這是重點 那現在 到底怎麼樣了 水利局局長 能不能做簡單的一個答覆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委 謝謝陳議員 那這個位置 涉及到說 我們整個這個中林路的污水管線 過去其實完工以後 也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而且我們這個管子 其實還沒有通水使用 它是屬於密閉空間 那因為潛頓 台電的潛頓工程造成的這個下陷 整段的這個我們過去水利局做的 這個潛頓的這個管子 中間下陷以後會有一些拉列 拉列的話到底壞在哪裡 因為現場全部的這個管子 有些都是 因為台電的這個潛頓破壞以後 裡面全部都是泥水 所以在這個現場我們有跟台電講 那台電的公司 台電公司的廠商在現場 當然有他的想法 那後來水利局也有在現場 做了路面回田修補 那我們也有告訴台電說 水利局這一邊 會先去處理這個路面 但是後續 依照他們的修復 他們還是要盡責 這個部分我們有回田 重點修好了沒有 路面已經修復好了 路面 但是現在 那現在知道是誰的責任嗎 那個要等到它的潛頓工程完成了以後 那上面我們的污水管線修復好 才能進去檢視 我們的管子現在都不能進去 還是不知道是誰的責任 讓大家有一條安全的路可以回家 重點在這裡 謝謝您 局長您請坐 下來我想我這個議題 我已經曾經跟過去的局長已經提到過 就是在瑞北路 就是現在輕軌的機場的這個附近 瑞北路從以前只要下大雨的時候 它一定是淹水的 所以在建設這個輕軌的時候 我曾經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也告訴我們的捷運局 能夠讓這一條瑞北路的水溝 能夠經過瑞北站 就是這個機場的位置 能夠往下挖水溝 能夠經過到凱旋路這裡 因為它的水溝 是從瑞北路往西 然後走瑞西街出去瑞隆路 再往西出去到凱旋路的一個湘海 那這樣一個一個馬路水溝的一個彎彎區區 就造成它流水 只要有水量的時候 積水的時候 流水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很快的疏散 所以造成那邊長長的一個淹水 那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處理 所以這一次摩蘭地台風來的時候 很快的我的LINE 就很多人進來告訴我 還有很多的電話就進來告訴我 瑞北路又積水了 叫我快點請水利局來做處理 我想水利局的同仁也接到我的電話的一個通知 希望能夠看怎麼處理 讓瑞北路的積水能夠很快的一個退 水水能夠快點退 那這一點我希望在應該是兩個禮拜前還是大概 就是那個颱風過貨跟水利局的你們的同仁 我們有去做一個會看 那我們希望快點能夠找出原因 能夠把這個積水的問題能夠做一個解決 那請局長你去注意這件事情 那下來我要請教我們的農業局 局長這一次的一個 轟災對農業的一個災損到底多少 我在我們的這個報告 業務報告裡頭 我看不出來我們對這一次的榮損到底多少 明細通通沒有 我們看到的海洋局 海洋局他相對的在他們的報告裡頭 報告得很清楚 因為他們有輪船擱淺在那個西子灣的地方 他們的農業的一夜 一夜的一個災損損失 還有污染的問題 我想這些都是市民很關心的 農損也是我們的農民非常關心的 那他們都能夠闢了一兩夜 專門為莫蘭地颱風造成的一個災損提出說明 可是在農業局裡頭我們就看不到 看不到 那到底我們的農損到底多少 我們非常的嚴重 大家都知道 農民平常啊 只要烘收的時候 他們都要有時候要全部的一個烘收的果實 蔬菜都要丟掉啊 平常烘收的時候都要造成虧損 那有雨季的時候 或者是颱風的時候 他們的損失又更嚴重 那嚴重之下這一次又接著颱風 林伯特颱風 莫蘭地颱風 美濟颱風 緊接著後面又有幾個颱風進來 他們的損失是一次一次再一次 可是我們農業局啊 補助只補助一次啊 我覺得你這一次能不能幫忙我們的農民 我覺得不夠 我想這個問題我不曉得 你們做解決了沒有 對這個颱風的一次一次再一次的一個產生 等一下你回報回答 那今天早上 我們也看到電視在報導 我們的高麗菜 我們的那個大白菜啊 這是一個捷球式的一個白菜啊 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價格居高不下 你知道齁 我有空我也是會到菜市場買菜的齁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齁 我還要當民意代表還要煮飯 我告訴你 我有空我還是會煮飯 所以颱風這幾天啊 這一段期間啊 我也到菜市場去 帶了幾千塊去 買不到幾樣東西回來 那到現在為止已經一個多月了 我還看到我們的報告書裡頭 寫得非常的清楚 你們說你們配合農糧署辦理滾動式的倉儲 湖 湖島指官區農會配合農糧署辦理滾動式的一個倉儲啊 你們一百零五年度就今年啊 你們廚藏有高麗菜一百五十公噸 截球白菜十九公噸 你們希望是在以季或者是颱風季的時候能夠拿出來供應讓市場能夠平衡一些菜價 能夠讓菜價不要因颱風因以季而漲價 可是我沒有 我在菜市場裡頭 我看不到你們的高麗菜出來能夠是平衡菜價的 那個高麗菜啊 貴得要死啊 一條都兩三百塊 截球市的那個我們都講大白菜啦 你們都講的比較稀儀的 截球的白菜 那我們再來講都是大白菜 那大白菜也是非常的貴 那現在為止早上的報紙已經報導就是說 好我們的夜菜啊 已經趨向比較平衡差不多五成以內了 那在這段期間我想我們 我們高雄市如果是受災害最嚴重的 我想這個菜也可以從北部從東部從哪個沒有 颱風比較少 然後他們的蔬菜水果能夠還保持不錯的地方 如果從那邊運到我們高雄來 我想菜價也不會貴到這種程度 那到底你們做了哪一些臭事 到現在為止菜價還那麼的高 就比如我們很多同事講的 是不是我們也有菜蟲 從中在做這一些的一個不法的一個動作 讓我們的蔬果啊 就是蔬菜跟水果啊 都處於現在的一個高價位 我不曉得我們的農業局有沒有有所作為 那再來就是說 我記得我曾經問過你 可是我還是疑問啦 還是疑問 每一次颱風來之前啊 我們的電視一直在報導 這一次的颱風有多大 不管當下到底真的是不是很大的一個颱風 但是我們的菜籠 我們的狗籠 為了第一個就反反颱風 做一些措施 保護的措施 第二個他們一定做採收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很清楚啊 很清楚 就是這個農藥的用量啊 平常他一定必須經過多久以後啊 就是要經過幾天 可能經過十天 還是要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農藥他才能夠慢慢的稀釋 才能夠採收 可是台湯來的時候他沒有固定啊 不一定是剛好你的農藥期過了 剛好你可以採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一個採收 到底這個農藥有沒有還殘留在裡面 讓這個菜啊 是屬於不安全的 是屬於還有農藥殘留在裡面的菜 那這個上了菜市場以後 我們祖父去買了回家買來 是一個不安全的一個蔬菜 那我不曉得 所以這一點 我們的農藥局有何作為 到底有沒有保障我們全民的一個 食的一個安全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請教我們的局長 這幾個問題請你答覆 好請局長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 首先跟曾議員抱歉一下 因為我們本來是工作包是1到6月份 所以說沒有涉及什麼 阿保安是要海洋局也是一樣的 沒關係 兩天我們改進 一樣的 對 所以說兩天我們改進 風太也沒說他海洋局的 以前的 抱歉 兩天我們改進 這我就注意 那麼經歷兩個颱風 墨南地跟美金 我們總共損失了7.8億速報 速報 那麼現在已經完成了25區的一個複查 然後也開始陸續開 那個撥款 然後19區了 將近20區今天會撥 那麼另外 他後面 在這個複根的東西 除了說天然災害受損 依照農和會的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裡面 來保存我們的農民 那一塊 就是他要復根的需要 他的行限定力貸款 第一貸款是1.04% 然後第一你便利息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他的撥苗費用 1.5萬塊 第三點就是有基思維 他可以高錢 那麼在在這紋織裡面 的鋼結構 本來由三文字可以提升到二文字 所以說並者可以提升到五百五十萬 最高的 最高的 那麼就是說另外 那個張議員關心的農業用量的問題 如果他在那一天的培法指定 比如高雄割材的培法指定 他就馬上會減染 馬上減染 然後四文件他就顯現出來說 他是不是含有產業的問題 這點我們可以再跟那個張議員報告 另外我在這裡要跟張議員報告一個事情 高雄市生產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素材是都不夠用的 所以一定要仰賴其他縣市 這邊的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哪裡 出在因為這邊 那個 摩蘭地台風來的時侯 我們高雄的菜 在美濟台風的時候是下降的 是下降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菜 是有很多菜 但是美濟台風來的時候 變成做成全國性 要復更全都封掉 全都封掉 所以說 把張議員報告 為什麼 政策菜給我們 那麼現在最早期可以復更的 就是在我們分林 在我們分林 我們這裡我跟張議員報告 我們這裡所有的土地面 我們現在四萬七千公圈裡面 跟百分之二十幾 是我們的平地 平地裡面 政策的面積是很少的 今天我們高雄市 以前都是秋林地 跟高山 所以我們這點 我跟張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高雄市場的地方 需要仰賴其他縣市過來 會需要 所以說八年 當中有提出一個政策 就是 未來的時候 在豐台前 未來的時候 它可以 引進專案 引進還有海外的 所採進去 有不少來新政 抑制這個價格 這樣 對 回答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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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 我幫你報告一下 主管農 主管農的高麗菜 儲存150檔 是配合中庸 他在一天裡面 中庸 農委會叫他出十五檔 他要出十五檔 在台北 在台北 高菜市場 第二項 我跟張議員報告一下 在我們儲存的時候 他在主管農 大家再供應 我們高雄市場 為一個營養物餐 跟他在國經護食中心 所以說 我們這個高雄市 因為他的 滾動倉儲 可以容納 將近兩百噸的蔬菜而已 所以未來 是不是 我們能夠建議中庸 所以說 把我們高雄市 多幾處的滾動倉儲 的地方 包括其他館市 可以增加出來的時候 在我們菜市場 我們可以收起來 謝謝 謝謝 好了 那個 向大會報告 離三位時間 還有八分鐘 那麼 你延長時間 會議 到那個 劉信正議員 發言完畢 再請三位 那麼同時 也拜託各位同仁 等一下發言的時候 包括時間在內 如果沒有辦法答覆的 就是用書面答覆 接下來 請李梅正議員 質詢時間 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農業部門的市府團隊 大家辛苦了 那 其實 這次 本席在市長報告的那個 質詢當中 就有提到市政府 現在 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 強力水利建設 擺成第一 我們市政府的最大建設 那其實這幾年 大家可能 這幾天你們也聽到 許多我們的同事議員都說 水淹水的狀況 那這幾年只要淹水 我們高雄市就是受災戶 那這樣的災情 其實今年的七月到九月 我相信水利局長也很頭痛 那其實現在就是 不管說郊區淹 然後山區淹 現在連市區都在淹 所以我一直說 我們高雄是海洋之都 不是淹水之都 所以這樣的狀況 那我看了一下研考會的報告 在105年第一次民調的時候 對於高雄市不滿意的 施政表現當中 河川還有水道整治不散 然後還有一些排水的不良 這是第11項 有4.1的民眾不滿意 那我相信今年如果再做民調的話 今年那個聲音現象 颱風這麼多 我相信這個數據可能一定還會再增加的 那提到淹水就有幾個重要的區域 首先就是本席 因為區域在左南 那我在佑昌那邊有一個服務處 那距離那個元帥廟蠻近的 那當地是一個舊部落 所以每次淹水的話 那邊也是會非常的嚴重 那當地就會常常的積水 那他那邊出路的道路也不多 所以說民眾常常都要繞路而行 那請問一下 就是水利局長 那元帥廟這邊屬於舊部落 到底我們那邊有沒有排水的幹線 那下雨的時候會怎麼樣 來將雨水來排放 那如果沒有幹線的話 是不是需要設立那個排水相寒 所以現在就是那個 那些幹線周邊是不是一併處理 才能解決現在目前的問題 那我在你的那個工程的業務報告裡面 有提到 有一條經費2500萬元的 要新設排水相寒316公尺 這個部分 是不是一併辦理這些改建181公尺 所以在105年的8月19號動工 預計在106年的9月完工 那排水相寒有316公尺 其實也不是很長 可是這個工期需要一年多 那因為施工的工作期間越長 造成民眾越不方便 就是說在現在大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現在水利局這邊有提出這個經費 來做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還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來減少民眾的不方便 請水利局長回答 謝謝主委 謝謝林議員 那其實這個區域我們在過去檢討過很多次 那過去的這個鹽水紀錄也非常多 那我們在跟營建署做很多次的線刊 那營建署也知道說這個地方是舊部落 所以很多的管子要埋 也必須要做管線遷移 所以我們經過幾次的線刊 我們把這個管子做過檢討 那能夠做的 線況能夠做 而且沒有用地問題的 我們就提報給營建署 最後就核定了這個 元帥廟附近的這個周遭排水改善工程 那議員提到的施工的時間 那主要就是因為管線要遷移 這個部分還要做管線遷移 那管線遷移完以後 水利局再做一些線況的那個側溝加大 或者是新做一些香含 把水引到西邊的這一個軍區這一邊 那未來這個地方如果適當的分紅 可以把過去很多的道路上面 有些是從南側過來的這個水利會的一個 排水溝的水 盡量把它分紅出去 那這個會淹水的這個區域就會慢慢減緩 所以它這個時間就是你講的 一年多的時間就會把它完成 應該是大約這個時間 但是如果管線遷移時間再拖的話 可能還會再延長 還會再延長 因為通常都是會再延長 只是說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個已經造成民眾的不變 那現在這個我看它這個不會很長 又再上管線遷移你剛剛講的 我是希望是說我們那個水利局這邊監督 盡量讓它如期完成 一年多我是覺得已經有點長 如果你說管線再遷移再拖的話 可能又會拖更長的時間 我們盡量來協調這些管線單位 好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其實同樣在南紫地區也有大家非常熟悉 重要的西 非常熟悉的西 就是那個後進西 那其實本習在兩年前就提到後進西在那個 匯豐橋跟心中治水閘門段會常有那個惡臭味 那附近的民眾也常常抱怨 那其實現在後進西是算整治的不錯 旁邊也做得很漂亮 但是現在民眾到那個環保環保局去投訴 也是沒有找出臭味跟水質不佳的原因 所以我就大家看到目前水利局有進行高雄市後進西 這個部分就是匯豐橋跟心中治水閘門段水質改善 在輕浮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那後進西主要就是排水 那輕浮溝排水及汲水區域範圍內為南紫 還有大社居民生活的中區 那水體污染嚴重 所以會造成那個下游後進西水體的那個環境影響 那在這個部分我也是請教水利局長 怎麼樣來進行這個後進西污染改善 還有那個後進西中下游這些景觀 還有休閒的多工人河川 什麼時候可以啟動開始這個工程 請水利局長回答 好 請局長答覆 跟議員報告 其實後進西分兩部分 一個是水質改善 那這個我們簡報裡面所說明的 這個輕浮溝的水質淨化是其中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跟環保署爭取經費 那這個水質改善的項目是在輕浮溝 那另外就是針對那個後進西主流 還是有很多的這一些相關的污水排放進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局裡面也在那個 組合道的旁邊的湘海 目前也規劃好一些要做污水節流的地方 那未來我們是希望說把一些那個 那個生活污水等等的一個污水節流到污水場處理 減少後進西的污染 那另外就是環境的改善 我們現在在這一個周遭 因為過去所施作的一個環境 其實它已經達到一個蠻不錯的程度 但是還是有民眾反應 就是要讓民眾下去我們的這個高灘地上面 能夠去散步慢跑等等 那我們未來也是有一個新的計畫 這個部分水利署現在在匯整 那把後進西改造成一個亮點計畫 那這個亮點並不是在上面做很多硬式的結構 盡量讓民眾能夠利用現有的空間 很很自然的走到下面去做散步休息等等活動 這個目前已經提報計畫給水利署 我知道水利局現在預估拓寬後進西的排水 是9K加400到11K加660的範圍排水斷面 那如果說相關工程可以保護面積跟人口數是多少 那預計的費用是多少施工的期間呢 我們這個資料應該是屬於這個後進西的災修工程 災害修復工程 因為後進西從那個新中置水閘門新的做好以後 那如果水利會每次放水 它的這個排鴻的速度很快 所以造成我們這個河岸本身內側的這個 那個板裝常常會損壞 所以這個議員提到這個工程 其實是本身內部結構要災害修復工程 所以說它是一併處理就對了 對對對 OK好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其實治水的工作我都講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那我知道局長來的也是蠻努力的 但是因為剛好又發生這幾個颱風 我希望水利局這邊市政府這邊可以幫忙民眾做防災的做 防災的加強的功能 就是不要讓民眾對我們高雄市每次一眼水 現在怎麼會變成一眼水大家都緊張的不得了 那接下來呢我要請教就是說 其實每一次啊那個本席都非常注重這個農業的發展 那每一期都會跟農業局來討論 那其實農業局把農村建設與發展列在未來重要的政策 那我看到你們的報告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農村再生 第二個是休閒農業 第三個是農路養護的改善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就覺得說我們市府的預算 編列的其實對農業沒有很多 像剛剛第三個農路養護的部分 大家就覺得說好像做的比較不夠 那其實對於農村建設跟發展 請問農業局長你認為說 104年有達到你要的目標嗎 那我知道說在104年農業局的農村再生計畫中 中央核定補助經費有931萬餘元 那執行到現在 實際補助的只有691萬 所以執行率只有74.26% 那審計部針對這個幾個提到幾項缺失 第一個是休閒農場 我們沒有做到詳盡 那第二個是休閒農場部分違規的事項 連沒有改善 那審查監督機制也是都不完整 那衛府規定的休閒農場 還是列入在我們的官方網站當中 所以影響民眾對休閒農場的品質選擇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沒有做好我們就這樣子把它PO上去 其實也不太好 那其實在農業局的報告裡面也提到說 今年要積極參加國外旅展 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 還有來宣傳我們本市的農村旅遊 那我當然知道說這個工作本來是觀光局的工作 那農業局也把它列在我們的重點 我們也非常的鼓勵 那其實福島農村社區開闢新客園 那吸引那個日本的背包客 然後日商公司及那個香港旅遊業去組團來參加 那這樣子的統計 這些花了多少經費 那我們是到底吸引多少的旅客來 有多少產值 針對這兩個問題請農業局長回答 好 請蔡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跟李議員報告一下這個經費的問題 其實在農村再生裡面 它的一些土地的取得 它是政府不能出錢 它是無條件提供的 所以這個 就實際補助沒有執行的項目裡面 它是因為那一條在甲仙地區 那個地區的土地 因為地主不願意提供 所以說已經結案了 已經結案了 那另外在整個一個 休閒農場需要列入改善缺資的部分 那在這裡跟李議員報告 因為在某些方面的認定 譬如說 它有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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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查核 所以這一點我們也跟審計單位來做一個陳述 跟他澄清 那這個我們事後會來積極處理 至於說李議員所提到的說 它有官方網站裡面 休閒農場確實有輸出 為什麼還列上去 這一點我們抱歉 回去的話我們會再做一個挫折 那現在的話我們 其實我們發現了以後 我們把它下降下來 但是做得不過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其實局長這幾年來 我知道你也非常的努力 那剛才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其實也是在幫忙我們的觀光局 因為現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觀光人數有減少很多 所以你這些方向是正確 只是說很多事情 我是希望我們準備好 那不要說人家去了 因為現在部落客很厲害 他可能去了覺得不是他想像這樣 他可能就會寫一些文章 那可能就是減分的 這個部分我是希望局長要加強一下 那接下來我是想要問一下我們的那個海洋局 就是說 現在我知道 本期對於藍色公路海上休閒 還有我們高雄的旗艦產業 游艇產業非常重視 那其實海洋局在報告裡面提到說 要推動南興計畫 游艇產業園區開發 那這個開發行為 一起園區影響 那個環境影響說明的那個環保署 在102年9月25號召開第246次環評大會審議 決議本案應進入第二階段的環評 但是經過三年之後 這個案子履約在105年的9月26號為止 是由於大領埔的居民 長期居住這個環境品質不佳 而持續反對開發這個周邊計畫 所以說重新要來檢視整個區域 土地利用及發展的方向 本期藉期不再續約型 所以說這個部分請教海洋局長 這個遊艇產業園區計畫這樣持續下去 高雄是會不會旗艦變成獨木舟 怎麼樣繼續下去 請海洋局長回答 請集長答覆一分鐘 我想雖然這個部分 大概沒有繼續續約的部分 然後我想未來我們針對土地的利用 還會整體的評估 那另外就是說 針對擴廠需求的遊艇場 我們也會協助請他們找尋適合的土地 我想持續會輔導這些遊艇產業的部分 好 謝謝局長你請坐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105年運動愛台灣計畫的活動 那辦理105年的運動愛台灣 這個為推廣本市水域的休閒活動 我爭取教育部體育署的經費來辦理 在105年的運動愛台灣計畫 在105年9月 有宣布了不要了 合作一下 好啦9分鐘 你們有宣布了 1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喔 不好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這個部分在新達港漁港辦理 然後新達無極線水上樂翻天 這個部分喔 所以說這個活動辦完以後 持續還會再推廣嗎 還是只是消化預算 那有沒有說 未來可以靠這些活動吸引民眾 來多參加或多創造一些海洋觀光的題材 請海洋局長簡單回答 我想這一次很難得就是爭取到 校育部體育署相關的這些經費 那總經費商案也不多 我們持續會再跟這個相關的在這單位 爭取經費上的補助 有希望這樣子的活動 能夠一直持續下去推廣相關的這些 水域的油漆的活動 謝謝 謝謝主席 接著請陳立正議員指選 時間是五分鐘 謝謝主席 農林部門的各位首長 團隊 我們議會同仁 市府我們的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我要請教我們農業局局長 每一次的這個颱風豪雨過後 我們的菜價都會上漲 那起碼破洞都要三個星期 那從今年的一月份的含害 就造成農民很大的損失 也損害了很多的一些蔬菜 那在這樣的一段時間 連我們政府都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調控 一直到今年的7月到9月的颱風 墨南地颱風 然後後面的幾個颱風跟豪雨 造成農民的一個大大的損失 那我們的菜價也一直在飆漲 農民也叫苦連天 那我們的買菜的這個民眾也叫苦連天 那這樣的一個歷年來最嚴重的這一次的一個 我們的那個農民的一個損失 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 應該要請我們農業局長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一個智慧跟魄力 好好的一個解決 這歷年來都同樣的一個道理 每次颱風過後就是菜價就是漲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有所一樣的一個作為 在國外他們是對於融金是第一重視的 未來這個氣候變遷啊 這個糧食啊 是比錢更重要 錢就不重要 大家就像這一次大家都嚇到了 那所以我要請教我們農業局長 對於這一次我們的這個 這個只要我們市政府有提出嘛 只要我們農民有提出一個申請 我們就會重優重訴然後重檢 很快速的給他一個優惠一個補助 你也聽過一對小榮嘛 老夫妻的小榮 他辛辛苦苦種了一片那個即將要收成的蔬菜 那經過豪雨把它損壞以後 兩個人抱得哭啊 應該你也知道這一件事 那我們可見都知道說 這個農民他們的心血要收成的時候 然後被颱風這樣子把它刮掉了 是多痛啊 那當然現在是供不應求嘛 所以物以稀為貴 那我希望說我們政府應該拿出一些配套措施 那對於現在這些農民的一個補助 你有沒有到位的一個真的是像你所講的 只要是提出申請 看他是一分地是要補貼他們多少 要重優重訴 那重減的給一個補助跟幫助 請你答覆一下 請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妍 目前為止這一次的天然災害 那麼我們在核定的部分呢 有報有28區 現在25區已經完成複雜 因為我們在補的時間 接連下來就 莫蘭蒂和美肌 到10月11號 你請坐 那這樣我就了解 因為有一些民眾在跟我反應 他們的一個已經申報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消息還沒有 所以請我們有關單位應該要盡速的 就像你們所講的 只要他們提出申請的話 從減從數從優 那再來我就是要剛剛要講到的一個 延續我剛才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都沒有菜了 菜也一直在漲 那農民看到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搶著要去種蔬菜 那現在都買不到菜苗 你也知道嘛 菜苗都買不到 所以有些比較 種的那個面積比較大 他可能就是停起來就沒有辦法跟種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又衍生未來的一個問題 要不然的話 就是菜很貴大家搶著買 要不然就是菜很便宜 賣不掉 那賣不掉到時候會咬咬 這不一樣 這我們看的心都很疼 我們都知道嘛 像一般的小葉就是要30天 瓜果要40天 大白菜要50天 白蘿蔔要60天 高麗菜要70天 那這些蔬菜它都一定的一個成長期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是買菜苗來種菜 那到這個天樹 到時候大家一起收成的話 那是不是又產生了一個功過於求 那這樣是不是菜價又下跌 到時候農民的心血又泡湯了 那這些等等的問題 要不然就菜價很高 要不然就菜價很低 那我今天要建議的就是說 請局長應該要跟中央去溝通去反應 對於我們現在要跟外國一樣的 跟這個龍金一樣的重視 在國外各地 他們是把龍金是擺在第一位的 尤其是這個因應這個氣候變遷 那個將來真的是有錢買不到東西 是東西 糧食比錢重要 我們應該要對這些農民 或者是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失業了 回到家鄉來種菜的給予福島 給予他們怎樣的 不要因為幾個颱風 豪雨全部的蔬菜都泡湯了 看天吃飯啊 我們有一些溫室的設施 或者有一些那個網室的一個設施 如果不是很大型的豪雨跟颱風的話 起碼這一些耕種的蔬菜還可以保得住啊 那我看到我們現在政府所做的 這個對農民的一個輔導跟措施 沒有做到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高雄市就好 不用看到中部去齁 能夠有溫室的 能夠防護那個農民的一個產品 可以保護他的一個措施 這種建設啊 這種設備啊 少之又少 我相信局長你也知道齁 那為什麼 如果說你完全這些設施要讓農民來做的話 可能他們這樣的一個收成跟付出 他們的經濟效益 他們的考量 他不會去建設 他就是這樣 一般的一個做法嘛 那假如市府來輔導他們 做於一個未來因應氣候變遷跟颱風 好雨 起碼不會全部的菜都沒有了 全部的菜都沒有 大家都搶菜啊 搶菜價錢就會高 那這樣的話 買的人也叫苦連天 賣的人也叫苦連天 所以我在這裡要呼籲我們這個政府啊 應該要藉由這一次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戒心 要好好的輔導農民 然後一定要把這種蔬菜 做一個配套措施 不要在這個時候大家搶得重 那到時候瓜果30天 瓜果40天 小葉菜30天 高麗菜70天 同時間都出來了 到時候這些菜又多到賣不掉 那這些農民大家又 他付出的心血又全部都泡湯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供需因素 我要請政府應該要來做一個輔導 做一個有配套措施 在時間上的一個分配 或者是在保護措施的一個建設 都要比照外國 他們那樣的重視這個融金的一個問題 局長請你答覆一下 對於這些未來的一個設備 還有農民他們搶中的時期 時間的計算 怎麼樣去輔導他們 請你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妍 我想我們應該要教育 我們的農民做產期調節 不要就同一時間的話 就是產品重新出來 第二個就是在溫室方面跟陳妍報告 其實我們一直在呼籲我們的 農民朋友就是溫室 但是因為你也知道 我真的要做一個很 像這一次台灣這麼加強型的 鋼鍋的溫室的話 價錢很高 已經不是一般農民可以應付 以前從三分之一 你也知道 我們知道 農民比較有那些錢 所以說這邊的時候 市長跟地方建議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提高它的計算 所以說我們為三百 最多的報名做三文錢 現在提升到二文錢 一公圈最多的 補助到五百五十萬 增加農民願意去 從事溫室的一個更作 那麼 其他當然 有的人是大面 做台藤的地位 在做溫室的 但是我們高雄市 比較不少因為 我們都是修農 所以說我們的目標 希望我們可以朝向這個方向 那我們做一個產劑的調節 讓我們的農民朋友 可以做 機長很好 請坐 也希望說你能夠 我們就是看到我們現在高雄市的農民 他們的一個工作 一定要好好的輔導他們 就像你講的 如果全部的設施 你要他們做 他們沒有人力 那如果你不去輔導的話 到時候還是一直再重複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還是要未雨綢繆 這個是未來一個很長的路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不要像這次大家被這個菜的高價真的是嚇到了 那請局長 這個有一些 那個在總質詢的時候 可以 我會再提出來跟你來探討 那在這裡我要請教我們的水利局長 那我們在左營區的這個巨大漢省百貨周邊 46期這邊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非常的快速 大樓的興建 還有那個水溝的排水問題一直都存在 那我們現在第一點就是要建議局長 我們的污水處理在博愛路跟新莊魚路 往華夏路的這一段新莊魚路 他幾年來我一直在這邊建議 他的這個污水的一個下水道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造成比較早期蓋的大樓 他們的污水接戶管都沒有辦法去接 然後他的水管那個化混池的污水啊 都已經延伸到二樓冒出來 真的是沒辦法居住 那這個是很急迫的 因為有一些大樓早期他 他不知道說周邊是林角恒嘛 都是林角田 那林角田早期就像一個制洪池一樣 他自然就會把雨水收起來 所以對於排水他的這個重視啊 就不那個早期的建商就不會去考慮到很長遠 那後來周邊都蓋房子啦 所以這些大樓的水沒辦法排 造成問題很嚴重幾乎都沒辦法居住 而且是買在那個二樓三樓的這個巨戶是叫苦連天 那我等一下請局長答覆一下 這一段污水下水道的完成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時期啊 一個日期趕快把它做完成 那第二點就是說我們的 也是46起的重化區 在南平路219向14樓 這一段的這個排水現在是在施工 然後他的排水的那個方向是要往南平路219向的方向去 南平路219向14樓在施工排水溝 他是要往那個南平路219向的方向走 但是他的設計是不夠寬不夠深 因為早期那邊就是連腳田 都是像一個自洪池一樣水來的時候 他可能會往地花去流 但是現在他現在是施工到一半啦 因為我們有跟他建議 那個現場的這個包商他跟我們反應是說 他是依照設計做的 所以也不能加深也不能加寬 那我們一看就知道說這樣的水溝施工 將來一定會失敗 如果一場大雨來的話絕對會淹水 那你希望說這一個工程是不是再重新的去計算一下 他這樣的這個雨水容納量是不是夠 這樣的一個排水溝是不是夠深夠寬 那這樣我請局長等一下一併的答覆 那第三點就是說 有關我們現在的冷孔蓋 雖然說我們現在公務局有成立一個陸屏專案 但是最直接的 而且是第一問題遇到的就是我們的污水下水道 完工的時候一個冷孔蓋 一個冷孔蓋是越來越大 越做越大 然後有些是就擺在人家的門前 或者是在當然有那個學校的圍牆 或者公共設施公允的地方 人家是比較不會去反應 但是這個是沒辦法的 一定要一個冷孔蓋 那我要建議的是說這些冷孔蓋 難道不能再把它施工的更平面一點嗎 不要讓車子機車走過去的時候 就空空空空這樣的一個聲音 然後造成居民睡覺的時候 就一天都是聽到那一些噪音 那剛剛有我們的那個單位人員跟我說 是哪裡要反應一下 我跟他說非常的多 我會整理一下 但是這些地點真的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說未來在花包或在施工的時候 是不是在第一時間就直接把這樣一個冷孔蓋把它處理好 因為如果你是重複再回去修復的話 再怎麼修復也不會很完整 也不會百分之百達到那樣的一個平坦 或者說它的穩固性絕對是不會像第一次的施工這樣的一個穩固 所以我要請局長請你答覆一下 好 局長先來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大概三個問題 我先報告那個南平路這個部分 那議員提到的這個排水現在在施工的深度寬度等等 我想因為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跟議員報告就是 我回去再檢視到現場去看一下 如果說真的是不夠深等等的問題 我們會去改善 那當然很多當初設計有它的設計條件 那如果說能夠再把它做一些相關的改善 這個部分水利局會去做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新莊一路等等的 這一些污水下水道推動的騎乘 那我們現在在營建署的補助計畫裡面 都把市區裡面這些要做用戶接管的區域來優先施作 那剛剛這些大樓我們已經有提前了 而且我們近年有 局長時間的關係不然你就這些書面給本席答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污水接管完成已經是1225公里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成績 但是你一定要針對那些沒辦法施工的後面的 有低於80公分的這一些很想去做的一個配合 很想配合來施工污厚溝的民眾 是不是有其他更新的一個一個施工的技巧手法 能夠來幫忙他們解決烏厚溝的一個污水排水加護接管的這一 好這個部分我們用書面跟議員報告 好這個部分我們用書面跟議員報告 好謝謝議員 請林明傑議員第二次發言時間10分鐘 10分鐘 謝謝主席 那我們農業水利海洋局的局長以及三個局處的工作團隊 以及我們議會同仁還有我們媒體記者以及高雄市民大家好 算晚安 那我這邊可能第一個要針對我們水利局 水利局有一個感觸對水利局 首先感謝我們水利局在我們南馬下 在原鄉 在八八水再一直到現在逐年編列也不少的經費來整治 甚至於親疏我們部落比較危急的一些野稀跟親疏我們的男子仙稀 但是終究還是有一些還是要請我們水利局再一次給我們更多的協助 因為三個會期我大概提過 就是第一個有關於我們在整個納馬下區裡面 台二十九線以至於部落裡面各聚落的附近 在水利局推動執行這個野稀整治大致都有一個成就 但是我上個會期也提到就是說 這個野稀的上游真的還要整治 就最近我們從八九十三個月的雨量真的太大 幾乎每天都下雨 再加上幾個接二連三的這個颱風 造成我們野稀沖下來的這個土石真的很嚴重 尤其在麻雅里有一個部落差一點點被沖被淹蓋掉 因為它的下游的部分是我們水利局有做過第一期第二期的工程 但是上游獨切這個上游因為沒有整治 所以上游的土石流沖下來差一點點把這個房子沖淹掉 那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水利局的這個業務在原鄉跟都會是非常不一樣的 在原鄉是要防止我們土石流造成的這個災害 在都市是淹水所以在土石流的這個部分可能會波及到我們生命的安全 甚至於財產的損失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水利局局長做個探討 因為在我們這一次的這些雨量跟這個颱風真的讓我們也看見 真的是人不能勝天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防治也請我們水利局給我們更多的資源 那第二個部分可能就是麻雅里的部分 我們麻雅社區 因為我們麻雅社區是最靠近我們南紫歇西 雖然我們水利局也提到我們的中央爭取過很多次 無數次的這個野稀親書 但是我們納馬下上有應該還有幾千萬立方的土方在河床上 親書可能是一個安慰型的一個工程 但是畢竟它有它絕對的功能 不會一下子讓我們的部落淹掉了被淹沒了 因為像我們麻雅里 因為我圖片沒有帶了 忘記帶中午下午比較趕 像我們麻雅里這個部落就靠近底下就是南紫歇西 這一次的梅基颱風造成很大的沖刷 如果這個沒有再做診治的話 可能會讓我們麻雅部落被沖刷一半 這個嚴重性真的是讓我們也有一種 居住在麻雅里社區的隱憂 那第三個部分 在上一個會期我也提到過 就是南紫歇西有一些地方真的一定要親書 我提了四個 聽說公首也接受了這個建議案 然後也提到中央 透過我們市府 然後提到中央 但是當初的中央就沒有做這樣的回應 比較嚴重的是我們達卡納歐這個大橋 達卡納歐 上次我也拋破過那個影片 它的那個落差已經 從差不多八米現在剩下六米 從上面就可以調下去了 因為如果這個沒有做相當的處理 沒有做親書的話 可能會造成這個橋樑斷掉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麻雅里的一個 拉比尼亞聚落 因為這個拉比尼亞聚落 它比較不適宇的位置就是說 南紫歇西他們聚落是在南紫歇西 但是對岸有納茨蘭西的衝擊 只要納茨蘭西土石流 然後南紫歇西沒有辦法把這個土方帶走的時候 就經過部落 會把部落全部都衝回 所以這個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親書 這個是第三個部分 那第四個部分 我們那個污水處理場也是水利局 因為在山林大愛 這一個新的聚落 好像是在部落的下方也建了一個污水處理場 但是我經常經過都聞到那個味道 因為污水處理場 離我們居住的那個居住的那些住戶 沒有超過三十公尺 整排 一整排的那個住戶 每次我經過的時候都會講說 一眼你就留下來嘛 幫我們一起跟蒼蠅吃飯 一起跟這個味道吃吃飯 所以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水利局 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這個污水處理場 是蓋在部落聚落的這個附近 這個真的是要做相當的處理 不要到時候造成 因為太靠近這個污水處理場 產生疾病的污染 或者是讓我們的居民 有這樣的一個疾病產生的話 那我們做官員的 更對不起我們的這個祝福 剛才提到這幾個部分 我是建議也是期盼 也是要求我們水利局 是不是也邀請我們的中央 中央相關單位 折起做現場的會堪 因為我們光這樣用講的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意會到 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因為像麻雅里的聚落上方 幾乎是跟住戶 住戶的那個住宅金 底下完全掏空 所以沒有到現場看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詮釋 我想要還有我們部落想要的這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水利局局長就頒個忙 那以上四點 是不是水利局也做個回應 請局長簡單答後 謝謝主席謝謝林議員 剛剛提到的那馬下 還有男子縣西就齊山西這個會堪 那我們水利局會邀那個水保局這一邊 把過去議員有關切的一些案件 然後未來要爭取的這個部分 再去現場做一個說明 以及把未來的進度跟議員報告 那另外三菱大愛村的這個物水廠 是過去吃雞做完以後移交給水利局 這個目前管理是水利局 這個部分我們水利局會再去檢視一下 那基本上那個臭味應該是從物水廠本身 或者是末端的這個管線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再檢視 但是基本上那個蒼蠅應該是不會有 我們也會去看一下為什麼會有蒼蠅 以上說明 謝謝 那至於農業局的部分 因為農業局在我們那馬下 其實也推動了不少的這個協助 但是有一些用獎的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如果用獎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全是我們想要的 是不是農業局也是一樣 我再用書面跟你們要 請你們去會看的這個狀況 那至於海洋局的部分 海洋局好像跟原鄉有沒有瓜葛 包括機長 海洋局長在這邊 我們有男子先吸保譯 是我想這個部分我想可以跟看議員這邊 如果說有一些相關的合作 想要跟海洋局這邊合作的計畫 我想我們可以來配合一下 好請坐 我提到海洋局就是說 因為從過去 從過去我們原住民在遠洋 遠洋這個工作是非常的多 如果說目前還有那麼多的原住民 在從事這樣的工作的話 請我們的局長海洋局的多關心一下 最後一點 我想請海洋局如果說辦活動的時候 也置入我們原住民表演的這個舞台 讓都會區的也看見 經常看見原住民 其實在高雄 大高雄的這個地方是蠻多的 也讓他們了解我們原住民 其實不差於國外的那些表演者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質詢 謝謝 好接下來請劉欣正議員第二次發言 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 那個首先很快的 我請教一下那個農業局蔡局長 局長因為我今天 早上 要用農民到我來找我 好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那個南農地區 我們現在不是養下業嗎 要協助他嗎 市長也說 要輔導替代處罰嗎 今天他被罰六萬塊 更糟糕的 又把他送到那個那個稅券處 稅券處又要給他抽什麼 抽地價稅 兩萬塊 兩分地 被罰了六萬塊 然後呢 又加上 要稅券處要給他抽地價稅 又抽兩萬塊 局長你認為 兩分地一個農民 能夠承擔起這樣的一個 一個負擔嗎 局長能不能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李宇言 那個跟李宇言報告一下 我剛剛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是很震驚 那包括說 送給他罰款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罰款 我們農業局沒有罰款 不曉得是哪個單位給他罰 當然 當然就是你們送去地震局 對不對 送去地震局 地震局罰 然後一方面 因為地震局 他那個不符去計畫法的使用 對不對 結果呢 稅券處又給他 因為他使用 不是用農地 本來農地不用課稅 他就課兩萬塊 所以說上一次 這個不是逼死農民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今天不是要叫他不要活了 是不是 早期我就說 你現在叫他不要養蝦 叫他去死 叫他去死 就死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為什麼 我一直對農業局的事情 我非常關心 因為我希望說我們農業局的同仁 對農民 要用關心 要去輔導 不要去管 用管理的方式 我一直用這種 我一直期待的這樣子 對啦 所以說李遠我跟你報告一下 他們是弱勢耶 對啦 所以說李遠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一開始也是一直在協調相關單位 所以說他們異議 不要再有 好不好 局長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 還有剛剛一直在講 蔬菜價格一直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坐在你旁邊的政府局長 他這方面應該是很熟啊 對不對 汛起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好好去幫助 幫助局長呢 對不對 為什麼 汛起來的時候 我們到處都有冷藏庫啊 左營有啊 果菜公司有啊 各個農會有冷藏庫啊 要有危機意識嘛 當颱風汛起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 蔬菜每一次颱風來之後 就一定是漲價嘛 那我們為什麼不及早做準備呢 對不對 那意思是現在把 剛剛我聽到很多 都把中央是要搭配中央 我們高雄市的設備 冷藏庫 綽綽有餘 包括連美農 連美農的冷藏庫都很多啊 都很大啊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準備呢 我們政府局長這方面概念是有的啦 我覺得他該打屁股 真的 好這個方面呢 他應該 局長你認為呢 我們可以盡早做準備啊 為什麼今天 讓蔬菜的價格 長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對不對 我們本來就有設備 提早做準備的話 就不會有發生這種事情啊 局長你認為呢 請局長答覆 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李育言 剛剛是所有冷藏設備 在公佈我們可以 用到的 差不多三千七百坪 三千七百坪 我們可以釣用啊 所以因為他們有些是在 冷藏的東西是不一樣 這個跟李育言報告 第二個 第二個我跟李育言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生產面積不夠大 必須要 養耐其他限制過來 那蔬菜你也知道 所以沒辦法去耐存啊 不過李育言有提到說 我們副局長 他知道一些那個 那未來的話 我也希望他能夠多提供一些 對呀 對呀 以前他就 這個事情 我在擔任局長的時候 都他在處理啊 真的啊 我還問他說 你物價能不能控制好 都沒有問題啊 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有足夠的設備 美農的冷藏庫 非常大 因為溫度可以調整嘛 我們溫度可以調整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看看蔬菜 那個高麗菜 它的溫度要多少 那溫度可以調整啊 根據不同的蔬菜 調整不同的溫度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盡早做準備 這種事情不應該會發生的啦 好不好 局長請坐 局長 再一個問題好了 我們啊 局長 你能不能 我們兩個一起去會看 往林里上 是我們兩個一直在爭執的 你說是土路 我說是柏油路 我們能不能兩個一起去會看 局長請答會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你 那條路啊 連中議員都有機會看過啊 以前都有曾經過啊 林務保育也也有啊 所以說我們中 我們三個一起去看好嗎 主席 可以嗎 不是啊 以前去看就是 沒有嘛 因為 主席能不能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一起去看 給他們研究看看啊 這個林務保育也曾經過 對啊 連家也跟我服務室曾經過啦 對啊 這個都已經有那個 里長齁 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你知道嗎 那個根本就是 原來就是柏油路 你知道嗎 我們 我們如果到現場去看 我 真的啊 我這件事情我一直 我 好 我不曉得主席跟林務保育也有去看過 有啦 好 因為我去看的時候 我非常的清楚 那個根本就是原來就是柏油 當然因為兩個議員都去看過了嘛 不可能說 他們兩個去看不準 劉新生去看就準啊 所以這個事情才卡在這裡啊 不是啦 是因為是主路嘛 對不對 不是說他 我是覺得到現在為止 地方的老百姓 他們都沒有辦法接受 包括那個你的 廣林里的里長 他都沒有辦法接受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啊 乾脆 市長有到美容去的時候 我邀請市長到市長去看一下 證明說這個原來是不是柏油 我們說那個什麼柏油是農民無聊 從別的地方挖了以後搬過去到那邊去放的 那農民會無聊到這種程度嗎 不可能的嘛 不可能的 而且不會說滲入到泥土底下去嘛 對不對 那我們做一條好的農路給農民走 會有什麼困難呢 對不對 局長思考一下 好不好 這個事情呢 我一直在心裡面 我一直認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個是土路 乾脆 林副保育委員 我主席 跟我們三個 包括局長 我們三個 四個人一起去看一次 來證明這個道理是土路還是柏油路 當場就可以做決定嘛 從現場情況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對不對 做一條好的路給人家走是功德一見 何況是合法 合情合理 好不好 局長請坐 有一個 我要 水利局 蔡局長 那個 有一件事情 可能你要注意喔 齊山的二排跟五排 因為這一次你也說了 是有史以來百年最大的雨 但是局長 二排跟五排有淹水嗎 局長能不能講一下 請機長答覆 謝謝主委 謝謝劉議員 那二號排水跟五號排水 這一次沒有淹淹水狀況 沒有淹水嘛對不對 所以啊 所以你現在我們一直在說 拆二排五排是為了建立排水系統 當然今天排水系統本來就是要建 你知道嗎 但是 後百年的大雨 進來那個地方沒有淹水 所以表示說 過去他們所講的並沒有錯 那個地方不會淹水啊 對不對 局長所以你這個 這個我們還是照我們目前的這個規劃報告 該做護岸整治的我們還是要做 那二號排水本身它的護岸老舊 對啊 我尊重你們的規劃 但是現在的說辭 是沒有辦法進不去考驗的 好 因為百年大的雨都不會淹水啦 而且是真的完全沒有淹耶 甚至於說二排看不到水耶 沒淹是因為我們這幾年 在那個地方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疏紅 以及抽水戰工程 好 OK 那個海洋局長 王局長 還是要請教你一下問題 我們的那個石斑魚啊 現在很多大陸賣不過去了嘛 對不對 怎麼處理啊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在那個很多次 剛剛報告過 大概有幾個方面 然後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配合中央的部分 然後做相關的這個付出收購 然後對國內國外的部分我們都會強強行銷 加強做加工 是 我們的北門石木魚 他們都有加工廠 在做石木魚加工 對不對 好 向大會報告 農林業務部門質詢呢 到此全部完畢 那麼感謝同仁質詢 及市府及處長 還有客市主管 台灣日來水公司第七管理處 王經理 你是北巡啦 散會